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的历届选择题的部分 吉隆坡塔是世界第七高塔 大约有420亿 什么单位 这个呢当然也会讲说 哎呀老师这个单位到底我怎么知道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长度的单位 你会发现到长度的单位呢 至少差个十倍 至少啦很像说MM跟CM是差个十倍 所以它应该是更正确的 你套上去你如果差十倍 你会觉得有点有太大的单位 你就觉得有没有这么大 对吧像你可以看到MM 421mm的话 它大概是0.4米 0.4米就是大概40CM这样子 这个太小了 CM也不对 CM的话就是4米多 4米多 怎么是最高塔呢 这个应该是随便一个人的家 如果是三层头已经是超过4米了 OK 所以这边应该是421米 那如果你在网上KM的话 421KM呢大概可以从吉隆坡去到新加坡了 就没有可能一个塔有这么高了嘛 对不对 400多KM 所以这一题你一个一个套进去 你就会发现到哪一个是比较逻辑的 靠逻辑吧 OK 靠你的逻辑 所以这题答案是米来的 OK 第二题 以至一个m3是等于1000L 一个m3等于 1万 这个是6个0 CM3 那一个l是多少CM3 3个0的 1000 OK 这个是差3个0 这个是差 就是这个差6个0 这样这两个就是差3个0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是1000CM3 非常简单 第三题 当一个橡皮叉 我们看一下 这题我印象中很多同学都做错了 虽然这边是60多巴仙的是对了 一个橡皮叉 它丢进去一个装有25CM3的两桶 它丢了一粒之后 它上升到27.5 也就是说 它一粒橡皮扎是2.5CM 对吧 那如果我要上升到50 那是不是要上升25CM3 你2.5是不是要乘神粒 对吧 乘神粒就会等于25CM3 然后呢就会上升到 股市CMQ了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就是10例 就这样吧 OK 第四题 姚明用刻度尺和三角板 来量这个圆柱体的直径 哪一个方法 下列显示正确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你如果没有用这个直尺的话 你很难知道它是不是在正中间 那如果你偏了上去一点 它就会短的 好 那你当然是要找最长的 那个才是它直径 所以这个这样子来对啊 不是那么的好 它一定要有直尺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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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逼得这个不对了 你的这个直尺应该对齐你的那个尺那边嘛 C或者是D 那C还是D呢 你就要看那个刻度了 这个0的刻度在上面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就量错了 所以答案是DONKEY 好 这题啊 你要每个图都要小心看 有一些是有错点 你要看得出来 第五题 航天员把3kg的铜块到到了太空 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那质量是不变的 去到哪里都不变 这个kg是质量来的 所以它质量呢 应该是不变的 重量会改变 然后重量会减少 但是质量不变 OK 这样子的情形 那当然是B了 第六题 某个同学 他测自己啊 一分钟的脉搏跳80次 那他能不能够计算 每一次的跳动的时间 所以一分钟是60秒啦 60秒 跳动80次 对吧 那我们就越减一下咯 这个越减0 越减2等于3 越减2等于4 四分之三是等于0.75 所以他一次的那个间距 是大概0.75秒 所以这题当然是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第37题 第7题 37 我讲到温度了 这个题型 它出了好几年 等下你会看到 后面好几节都是类似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体温计 门测体温计 如果你没有甩的话 他就这个体温是不会降下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题是 后世他去量了 尾滑的体温 量到37.5 不好忘记甩 然后呢 实际年龄是36.5 那他的这个温度不会下去吗 对不对 他就会卡在这个37.5的位置 所以你就会测到37.5 那如果他是温度是更高的话 那没有问题 他会跟着上升 OK 所以这个体温计 你忘记甩的话 他是不会下降 但是他会上升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第8题 有图的 我们看一下 他讲说 横截面的面积是20cmQ 他的高是40cm 那你乘一乘 他就会得到80ml 而这题 你乘一乘会得到800 应该是800cmQ 然后我们液体的话 换成ml 一个cmQ等于一个ml 所以他答案是800ml 这题我个人是觉得 有点不是很好 原因是因为 因为背的形状 他往外 就是上面 你会看到他会上面比较宽 有些同学就会讲说 老师上面比较宽 他可能会多一些 会不会是880 所以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吧 所以这题不是 出的不是很好 所以虽然他要的答案就是 估算 他要的方法是估算 面积层高 但是其实有些同学就认为说 他往外了一点 所以他可能会多一些 就可能880 所以不好的题目 这个可能要修改 第九题 OK 这种秒表要懂得看 先看里面 里面超过一半 对吧 超过一半 但是又不到一分钟 那我们这个的话呢 就要看57 看5的那个 所以他这一题答案就是57秒 57秒 就是这样的了 简单 第十题 现在有四个量桶 下表显示每个量桶的量成 跟最小的刻度 如果我想要一次性注意 我们量东西没有去抽起来 有些同学讲 我老师讲量成越小 最小刻度越小 他就越精准 我就用这个35 我就测四次 对不对 10ml 10ml 再5ml 你这样子做会更加不准 你这样子来拼的话呢 是会更加不准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次就量完的 不能说我量四次 倒倒倒倒倒 这样子 更加不准 因为你 你倒的时候 结合的时候 他可能又会有一个 误差在那边 所以呢 第一 你的量成 必须要比35来的大 20不行 10也不行 只能选50或者100 那50100呢 我们就要选两 最小刻度会比较小的 那个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低 所以这几答案是低 第十一题 我的木齿 木齿 受潮 就是有了水了 结果它膨胀了 你要这样子来想象 如果这个东西是10cm 它膨胀了 10cm跑去这边 对吧 我就会量到9.5 所以变成了 你的结果会比真正的来的小一些 所以这个因为尺变大了 你的这个东西没有变大 所以变成了你测量出来的数据会小一些 偏小 其实也没有很多 就是一点点 第十二题 在地球上 正月 正月宇航员 用什么来测质量 用天平啊 天平跟 天平跟这个弹簧秤来讲 我们没有 弹簧秤秤到的是重量 不是质量 所以这边要选天平啊 质量要用KG的了 抵达地球后测到的结果也是一样啊 因为质量是不变的 所以两个都是60 啊 两个都是60 OK 第十二题 当然是A 第十三题 用量桶测量液体体积 下列哪一个可以正确的读处啊 应该是有图的 我们看一下 第十三题 啊 眼睛不能歪歪 眼睛不能歪歪 这样B还是C呢 B还是C 我们就看他对哪个页面 我们要对中间的 所以如果是Took的话呢 你就要对上面 如果Out的话 你就要对下面 这个就对错了 看到吗 C他对到了上面的 呃 就是 右边的一个 位置 所以这些答案应该是B 应该是B 第十四题 许多学校的教室中 有一台饮水机 饮水机 每桶水的奇迹是多少 呃 呃 首先这个他用了19 19如果是毫升的话呢 大概一杯水都不到 而且是19ml 你一 一个小 一个小瓶子的水 都大概500ml了 对吗 没有理由放个19ml给你 19g更加不对啊 因为19g呢 他是 质量来的 19立方米耶 19立方米 这个有点太大了 他大得很夸张 啊 因为他是 他是 呃 怎么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 中间那个其实是深的 深这个还合理啊 虽然19升 其实也是有点多 呃 可能他的饮水机 比较大一点 呃 我们一般上那种 一个大桶的水 就大概5个L 所以如果他可能是 比较大的饮水机 放个四个 四桶的 5个L的水进去 我觉得还算合理 但是如果你讲说 十九个立方米 就是大概是 十九千公升 哇 这个是差不多 呃 当地这样的一个大小 啊 这个不行啊 哦 这这题答案应该是 十九升 第十五题 他的题目是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长 五十cm 宽是十cm 的长方形 我要减成 最大的正方形 那应该就是 这样子嘛 十乘十 也就是说 我减掉了 四十cm 对不对 我们面积减少的部分 就是这一边 面积减少了 四十乘十 答案是四百 CM平 啊 他是这样的意思 第十五题 答案是A 第十六题 又是体温计的题目 啊 呃 他测量 呃 王 王伟涵同学 用了体温计 测量了他体温啊 38.4 发烧了 结果他没有甩 去去量另外一位同学 郑宇轩 结果也是38.4 这代表说 郑宇轩的体温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啊 他应该是比呃 可能38.4 可能这么巧 也是一样38.4 或者更低 因为你忘记甩 他的温度会下 呃下降 但是如果他温度高过38.4 的话呢 他这个东西 这个呃 那个那个温度计就会上升 所以他不可能高过 他可能低过或者是等于 啊 可能低于或等于38.4 OK 啊 这样子一个做法 第十七题 为了测量一元的硬币的厚度 一元其实是很薄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 当然他这边 你可以看到都是用刻度尺 都用刻度尺 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刻度尺的精准度 也最多去到一个mm 那他最合理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十个叠在一起 你测完他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直尺就可以测到 过后再除以十啊 这样子 用刻度尺测量十枚 呃一元硬币叠起来的厚度 再除以十 如果你讲说我拿十枚硬币 呃 取后 呃取 就是取平均的话 这个也不 不好是因为哈 因为他一片哦 他可能比你的最小刻度来的更小 所以你就量不到 你可能是量到0.1mm 但是他0.1mm是他最小刻度 对吧 他可能是真正来讲 应该是0.08 可能0.08还是0.0 准多好这样子 呃 所以呃 变成了你0.1 你测 毅力是没办法测到准 呃 你要叠在一起 呃 然后再除 OK 在没有螺旋测维器的情况下 测一元硬币的最好的方法 一样啦 就是跟刚才那题一样 呃 但是这一回 他有油标卡尺的一个选项 但油标卡尺的精准度会比呃 刻度尺来的更高 所以我们如果 有油标卡尺 我们首选油标卡尺 也是一样 贴10个在一起 测量之后 再除以10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OK 这个答案是C 第19题 还有图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马呢 他在测量这个广币的厚度 外 镜呢 直镜是3.5.3 里面内镜是24.9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哈 我们呃 我画明显一点啊 他的测量24 25.3是这一边 24.9是这一边 你两个互减 很多同学会呃 第一个看到就是想要说两个互减 没错 两个互减啊 一二得到0.4 但是注意你0.4 是不是减了 之后是这一片跟这一片 我如果要找试管币的厚度 是不是要只是一片罢了 你这样子减一减是两片 所以我要再除以二 得到0.02 0.2 0.2mm OK 所以这个是相仅在这一边很多同学会忘记处理的 你看到吗 0.4一大堆 减了之后 0.4很开心啊 以为这个是答案 OK 超过一半的同学 选了0.4 好 所以这题要格外小心 第二十题 二十题 下表呢 是那个秒表 我们先看里面 它是两分钟超过一半 你看到吗 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的话呢 这个就不是6 应该是36 2分钟 36秒 OK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B 就是这样了 2分钟36秒 看一下 2分钟36 OK啦 还算多 OK 二十一题 又是体温计 这一回它不要测人啊 它测动物 鸽子的温度40度 忘记甩 去量猫猫 也是40度 代表说猫猫的温度 可能是40或以下 对吗 跟刚才那题一样啊 可能低于或等于40度 第二十二题 月球的地星引力 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火星的引力 是地球的三分之一 如果一个物体 在地球上测量的体 质量是6kg 请问在月球跟火星 分别测到的质量是多少 大家要注意 质量有没有变 不会变的啊 所以答案一跟二了 一跟二 OK 三跟四 还真的有人去选 所以 很多同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没有理由 这个东西不要用 那个题目会这么 不厌其烦的在那里讲 科学老师就是这样 为了让你掉进陷阱 他就讲了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 就是要你踩进这个陷阱 其实是完全一点用都没有 对吧 质量是不变的 那个我管他那个地星引力是多少 跟我批示 这个质量呢 是不变的 你看6kg 跟着6kg 6kg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 老师出题 为了让你中陷阱 踩进陷阱啊 他可以不厌其烦 写了一大堆东西的 OK 不要被他骗 科学的题目都是这样的 很长篇大论 可能是没有用的东西 就是为了让你裁陷阱 第二十三题 下列哪一个的物理量 跟他的单位的配对是错误的呢 标准单位 这边应该指的是 那个国际标准单位 SI单位 那距离用米 时间用秒 电力用安培都对 温度不是用摄氏的 我们是用凯氏 这个要注意啦 每次经常同学会 因为摄氏我们经常用 但是其实SI单位是用凯氏 这个要注意 第二十四题 火箭奔月号 将兔子带到月球 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质量不变 又是一题 同样的 跟前面的提醒一样 总之大家一直要记得 一直要记得 一直要记得 我们的质量带到任何的位置 都没有改变 好吧 OK 那这个是双风塔 刚才是吉隆坡塔 现在是双风塔 也是四百多 对啊 但是单位应该是一样啦 应该都是米啦 OK 这个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第二十七题 第二十七题 有没有陷阱 你就要看它边长 有边长 如果是两个mm的话 就要注意啦 两个mm乘两个mm 得到四个mm 你数完格子后 要乘以四 这一题是一个mm 所以就还好 你数格子 那个格子 多少个格就是多少个mm 平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四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五 二十一二二二三二四 二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 三十三十三十三五三十三十五三十五三十六十七 三八十九四十五 但48这边52感觉算可能还有几片 我觉得没有超过一半 但是他觉得有 我们加上去应该是52 52单位mm平方 对吧 所以答案是A的 虽然我们算到48 虽然我算到48 可能就加到4个这样子 那当然他的差很远吧 他只是考虑 知不知道那个单位是多少 第28题 这题跟第2题是一样的 一个liter是多少 CMPQ重复的 上面其实是同考题 所以这个是校内题 校内超了同考题 所以大家要去刷一下同考的题目了 所以这个是1000千 地方 第29题 有秒表了 最后应该最后一题的秒表了 这个还没有到4 对吧 还没有到4 应该是三过一半 三过一半 三分钟 多少秒 应该是靠近49的 49秒 最接近的读数 三分钟 我们要乘以60 6,3,4,8,1,8,0 180加49应该是229 最靠近229秒 OK 229 有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 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